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现在正在向中国表明在多年来把目标对准我们的产业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后对美国就业和财富的窃取已经结束了我们最近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了关税现在我们的财政部每月收取数十亿数十亿美元我们现在正致力于与中国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但它必须包括真正的 结构性的改变以结束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减少我们长期的贸易逆差并保护美国的就业 特朗普还谈到国家安全 他说数十年前美国和俄罗斯签订了一项条约 我们同意限制并减少我们的导弹能力 虽然我们按照条文遵守协议 但是俄罗斯屡次违约这持续了很多年 这就是我宣布美国正式退出中程导弹条约的原因 我们别无选择 也许我们可以谈判达成一项不同的协议 把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加入进来 特朗普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抨击 他说在美国这边让我们感到警惕的是 那种要在我国施行社会主义的呼声 美国的建国基础是自由与独立 而不是政府强制 主宰和控制 我们生而自由 我们将保持自由 今夜我们重新坚定我们的决心 永远也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葫芦支持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谈判 希望他也关注中国正在恶化的人权状况 接着葫芦与您说说上海免疫球蛋白 感染艾滋抗体的事 据每日经济新闻1月5日报道 上海一所制药厂生产的免疫球蛋白注射剂 近日验出艾滋病抗体 涉及超过12000瓶产品 相信部分已流入市面 该批注射剂是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是新兴医药首次推出的产品 并由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签发 主要治疗急性炎症 血小板减少 控制化疗感染也可治疗免疫缺陷病 以及大面积烧伤 严重创伤感染以及败血病等 而血有病病人在治病过程中也有机会用上 有医学界人士表示 不排除接受注射的患者可能已感染艾滋病毒 认为事故性质极为严重 要求当局彻查有没有人违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要求新兴医药暂停使用 和封存有问题的产品 并要求相关医疗机构上报 但据了解 早在事件曝光前已有病人使用了产品 外界最关注的是 这些病人会否因而感染艾滋病毒 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岳丹认为 几率有多大 目前来说 还不太容易判断 因为最早发现在江西省一个新生儿出现了 抗HIV抗体有阳性反应 但是后来又检测了这个新生儿 体内的HIV抗体又变成阴性了 可能原因 是随着时间发展 抗体被代谢掉了 所以 这个小孩不能说是被HIV感染了 而上海市药检所在迁发过程中 只认定产品的白蛋白合格 有关人士呼吁药检部门 今后就免疫求蛋白的抗体 阳性制定检测指标 葫芦对此感到 难以理解 这将是严重的医疗灾难 但为什么中国在不断重复悲剧 最后 葫芦与您聊聊特朗普金正恩本月底 在越南会面的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 他将于2月27至28日再度与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会面 这是继去年6月两人在新加坡历史性会晤后的第二次会面 在特朗普宣布峰会日期前 美国朝鲜特使比根一抵达平壤 为第二次会晤铺路 美国国务院称 特朗普此行有望就朝美新加坡峰会的承诺 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这次峰会将在越南举行 越南分别与美国和朝鲜 也保持良好关系 早已盛传是第二次朝美峰会的热门地点 不过 特朗普尚未宣布会面将在哪个城市举行 和内级限港都是可行之选 葫芦希望美朝峰会能够取得进展 实现彻底无核化 固然难度很大 但限制和扩展也是重要的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明天见